物品 许清若所思之时,影子那里继续传出清晰波动 主,等,攻 这一次不需要金刚宗老祖去翻译 许清自己能大致明白影子的想法 这是在告诉他,让他等一下 这件事他可以去完成,以此立功 于是许清点了点头 主子,小影毕竟年幼 这件事我觉得还是我跟着过去看看比较好 眼看影子立功星级 金刚宗老祖为机感强烈,连忙给许清传音 许清一样同意,于是下一瞬 他的影子直接就消失在了地面 金刚宗老祖所在的黑色铁签 也自行飞出,眨眼间远去 许清潘稀坐在屋顶,默默等待 丁雪眨了眨眼,他看不见影子 至于黑色铁签的速度已堪比二伙的程度 所以在丁雪目中依旧是不可察觉 不过眼看许清坐下,他也乖巧地坐在一旁 取出一盒点心,放在了许清的一旁 许清抬头看了丁雪一眼 许清哥哥,这是我亲手做的点心 也不知道味道如何 我是打算多加练习后 给我小姨和小姨夫还有外公制作品尝的 你能帮我先尝尝,指点一下吗 丁雪说着,一捆铃票无比熟练地递了过去 许清沉默,感知散开四周 虽找不到师尊在哪里 可他觉得大概帅师尊是关注自己这里的 于是他没有去要零食,而是拿起一个点心吃了一口 尚渴 丁雪颇为开心,坐在那里望着四周,低声开口 许清哥哥,我们什么时候去抓那个诡异啊 我看卷宗里说的杀戮时间快要到了 已经在抓了 许清平静开口,看向远处 此刻在这城池内,金刚宗老祖原本是跟随影子 但影子那里明显不喜欢金刚宗老祖 所以很快就藏匿起来 小屁影,还真以为老祖我是要蹭你功劳不成 这一次让你看看老祖的厉害 金刚宗老祖心底冷哼,晃了的方向后 一晃之下居然化作人形 且衣着改变,整个人看起来与这里的百姓没什么区别 钻入人群消失不见 就这样,时间一点点流逝 影子那里蔓延极快 发现了一个又一个诡异 基本上都是瞬间扑上,刹那吞噬 可此城的诡异死亡一个就会出现一个 且出现的地方没有规律 更像是凭空而出 似乎永远都杀不完 但这样的好处也还是很明显 因为直至黄昏降临 本应该在今天发生的死亡事件没有出现 而随着月色的降临 诡异出现的数量越来越多 似乎不完成今日的杀戮 他不会罢休 到了最后 坐在屋顶上的许青 也都目中露出一抹凝重 他看着夜色下的小国 清晰地感受到这个小国内 此刻正飞速上涨的森然之意 而影子此刻也无比忙碌 在不断地吞噬大量出现的诡异 我的干扰 使得这诡异出现了新的变化 许青南南间 一旁的冰雪也感受到了气氛的不对 有些紧张之时 一道黑光颤纳到来 漂浮在了许青的面前 化作了黑色铁签 一缕神念从内飞速传入许青心神 主子 我找到了源头所在 小影终究是年幼 只懂得暴力去消灭 但却不知这种不断出现 子态诡异之物 越是激发 就越是会被刺激 想要将其灭去 归根结底还是要找到源头 而源头一般极为隐秘 且线索不可能是在近期出现 往往都是藏在更多时日之前的一些小事里 于是 小的化身在这小国内 多次改变身份探查数年来 此地是否发生什么奇异之事 最终被晓得查出 两年前 此国来了一个郎中 艺术高超 而他行医有一个特点 会给病患一个小镜子 让他们安放在床头 许青文言双目一凝 那郎中在此多久 又有多少人家安放此境 回主子 小的这些都已调查清晰 这郎中在这小国行医三个月离开 那个时候我们七血童还没来联盟 所以驻守此地的弟子 不知晓此事 而小的也前往去了几家挂着小镜的人家 说来有趣 这小镜子若是换了修饰去看 怕是也很难看出端倪 当然主人则另当别论 而我受主人薰陶多年 自然也有见识 在其上发现了一丝气灵的痕迹 许青看了金刚宗老祖一眼 小的明白 于是小的顺着这个痕迹 又找了一圈 终于在这小国的一处权贵之家里 看到了一面挂在其屋檐下的镜子 应该就是主物源头 若我没判断错误 那郎中必试了邪修 以此法来寄养这镜子 且这种宝物它不可能远放 所以这邪修必定藏匿在小国外不远之地 以方便它时刻观察与取走寄养之宝 许青文言刚要开口 小的明白 所以小的又外出一趟寻找适合之地 最终发现了一处小山 那里是观察这小国最好之地 山内有隐匿的修为波动 其内有修士 应是功法缘故陷入某种沉睡状态 小的没有打草惊蛇 不曾进入探查 金刚宗老祖话语里 一句邀功都没有 可所有做法让许青不得不感慨 对方做事非常全面 滴水不漏的同时 再看这小国此刻诡异四起 影子虽也在努力吞噬 可明显越来越乱 算你一功 许青传出神念 金刚宗老祖顿时激动起来 黑色铁签都颤抖了 这段时间以来他都不敢说话 实在是小影的特殊能力 使其光芒万丈 超越自己成了主子身边的新贵 他担心自己哪句话没说好 会被许魔头随手作为炮灰牺牲 此刻有了这功劳 他才心地安稳一些 带路 许青传出神念 金刚宗老祖锁在黑色铁签 顿时嗡鸣直奔前方 许青一跃跟随 七旁丁雪虽不知晓发生了什么 但也看出许青神色的肃杀 许青眼睛出现强烈刺痛之意 可下一瞬其体内命灯燃烧 滑盖防护散开 这才是双目恢复 许青动容 要知道以他如今站立于肉身的强悍 都觉得刺痛 足以说明这小镜子的不俗之处 于是他右手抬起 默然一抓 但下一瞬这小镜子竟传出强烈的挣扎 刹那破开许青抓来之力 直奔苍穹而去 可眨眼间 许青的身影已出现在了半空 体内四团命火 两盏命灯 黄极功法默然散开 其火站立惊天 融入手掌 向着那要飞出的小镜 默然一按 如此站立 那小镜子顿时颤抖 难以抵抗下 被许青一把抓住 神念默然涌入 直接将其封印 与此同时 这小国内数百人家的床前安放置镜 起起碎了开来 同时城池内那些频频出现的诡异 也都一阵之下 烟消云散 同一时间 小国外的那座矮山山顶 一处隐蔽的洞府内 猛地飞出一道长虹 那长虹中是个白发老者 面不猙獰 可以看见一层层皮屑在露出的皮肤上 好似在进行退皮 可如今明显还没退完 但一身金丹第一弓的修为依旧强悍的散开 看向小国口中传出低吼 数字赶来坏老夫好事 其声传遍四方 好似天雷 使得整个小国都被震动之时 许青身影显露 冷眼扫过 急速冲出 直奔老者所在之山 速度之快 使得这一座天宫的金丹老者 面色不由一变 心神一跳之时 许青已到其面前 刹那碰触 地洞山摇 风云色变 轰鸣之声撤响九霄 下一瞬 那老者身体震战 一口鲜血喷出 身躯被一股大力轰击倒卷 整个人砸在了小山上 小山崩塌 碎石脱落间 这老者身影神色内露出 骇然与无法置信 如此站立 许青神色平静 目中冰冷 金丹秀氏 除非是两座天宫 他无法匹敌 可若只是一座天宫 他起火站立 镇压一弓 轻而易举 此刻那老者 显然也察觉到这一点 鲜血喷出中 没有任何迟疑 默然倒退 更是展开写法 化作血影 使自身速度暴涨 但许青背后 金屋幻化 随着金屋的嘶吼 在那老者的瞳孔收缩中 许青速度更快 默然追去 你是八宗联盟许青 老者头皮发麻 看着金屋认出许青身份 想要闪躲已来不及 瞬息间许青追上 一拳轰出 直接就落在老者的身前 被一座天宫阻挡 可刹那间 天宫崩溃哄他 露出里面的干瘪金丹 金屋嘶吼直接一口吞噬 老者发出七粒惨叫 鲜血狂喷至极 许青的右手 带着浓郁的煞火 也按在了他的头颅天灵上 向下一阵 煞火瞬息覆盖全身 惨叫惊天 散修与宗门之修 本就差距极大 更不用说 这老者只是三团命火 晋升金丹 从基础到资质到功法 他与许青之间 根本就是天约一般 此刻随着煞火的弥漫 一缕魂被抽出 正不断地融入许青体内 此人将作为许青第一个 镇压在法枪内的魂 可就在许青抽魂之时 他忽然面色一变 其四周天地 刹那间雷霆滚滚 云层内有七八道身影 一个个带着贪婪之意 向着许青这里急速靠近 更有一道浩瀚之身 在那天地间显露 身后三座天宫闪耀 惊天之芒 使其面孔也都在那光芒中 显露一抹神圣之感 许青终于等待 你外出八宗联盟 今天还有第三更 但预计晚一些